大概有两种情况下需要调整机器的高度 第一种是因为封灌的时候,有些管存在高度差,导致压管的过程中会打滑,快转而导致封灌不完整 这时我们就需要将机身向下调整至合适的位置 第二种情况是客户换灌生产的时候也是存在灌身高低差 这时也需要通过调节机身高度来进行封盖 我们可以看到高度参考板刚好压在原来的灌瓶口位置 比如更换这个罐子的高度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是需要调节机身至高度参考板下 第一步扭松三条柱子上的横向螺丝 第二步将更换的罐子放置高度参考板侧面 第三步通过调节手轮额感控制升降顺时针控制升逆时针控制降 第四步不断微调 罐子平口齐平高度参考板 第五步将三颗横向螺丝重新上紧 第五步不断微调